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天請辭 表示對中央政府批准後將參選特首選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《議案基本法》向中央報請李家超請辭 而處任政務司司長的安排 亦提交中央政府作一聘考慮 被問及是否支持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參選 林鄭月娥重申不會作出評論 她說唯一責任是確保今屆特首選舉順利舉行 而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稍後會重新作出任命